好了继续回来圣经经证读 我们就读到去马可福音第八章下了 法理彩人同希律的敲 接着就在八塞大医治盲眼的人 然后就有彼得认耶稣为主 另外也有耶稣预告他的死 意思是说我们讲到耶稣出道第三年的八月 好了耶稣就在船上跟门徒说 你们要谨慎防备法理彩人的敲和希律的敲 然后那些门徒就说 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病呢 好了接着下去 他们就来到八塞大 有个人带了一个盲眼的人过来 求耶稣摸一下他 耶稣拉住盲眼的人的手 带他到村外面 就用口水塗他的眼 按在他的身上 问他说你看不看到东西啊 他头一看就说 我看到人啊 他们好像树木那样 并且会走的 跟着又按手在他的眼睛上 他定睁一看 就恢复回 样样都看得很清楚了 耶稣打发他回家就说 连这条村 你都不要进去 好了 诗篇十九篇这样说的 耶和华的奋持正直 能够快活人的心 耶和华的命令清洁 能明亮人的眼目 好了 这里我们也看到有两个人 一个人就是耳聋舌杰的人 另一个就是盲眼的人 耳聋那个人 就是在底加玻璃的加利利海边 盲眼的人就是在白菜大的 我们看回前面 白菜大 白菜大其实就是在北边 好了 我们继续看下去 好了 耳聋的人 就是有人 带他来见耶稣的 盲眼的人 也是有人带他来找耶稣的 好了 耳聋的人 就是求耶稣给他按手 盲眼的人 就求耶稣摸他 耳聋的人 就是耶稣带他离开众人 去了一边 盲眼的人 也是耶稣带他去村外 耳聋的人 那些人 耶稣就用指头 探他的耳朵 用口水 抹他的耳 向天探色 就说耳发大 盲眼的人 耶稣就是用口水 来抹他的眼睛 跟着就是按手他身上 好了 耳聋的人 就是耳开了 涉结也解了 好了 盲眼的人 先是模糊看见 然后再按手他的眼上 就看得清楚了 对耳聋舌的人 耶稣祝负他 不要告诉别人 盲眼的人 耶稣就打发他回家 但就不要进入那个村 好了 从这个白菜大之后 就回到北面 就去到 该撒尼亚 肥立比 在那里 就出现 这个 比特认主耶稣 和主 第一次 预言 是会受害的 好了 这条呢 就是一条 通往 该撒尼亚 肥立比 的路上 好了 其实 该撒尼亚 肥立比 这里有个洞 就是 是约旦河 四大法原地之一 并且 有一些 異教的妙语 和遗迹 我们这里 会见到 上面这里 是有个洞 那里 就是摆一个石像 而在里面 其实这里 有一个盆石 耶稣 也指着 在里面 有一个大的 盆石 指着 这个就是 教会 蓋在 地狱之门 以上 而耶稣 就告诉 彼得 建立教会 就像这个 盆石 建立在 盆石上面 在里面 在当时 耶稣时代 的犹太人 最高的权力 的机构 就是 耶路撒冷的工会 在这个工会里面 最大权力的人 或者最重要的人 就是大祭司 只有一个人 而在这个工会里面 主要有两边 一边就是 法利赛人 他们有些人是文士 是属圣经的 另一边就是 薩都该人 是祭司长 他们是 二十四人 法利赛人那边就是 二十二人 另外 就是有 长老 长老是由 平民代表 出来的人 好了 来到这里 马可福音八章 三十四 三十七 这样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写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 来跟从我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灵魂的 就必丧调生命 凡为我和福音 丧调生命的 必救了生命 人 就是赚得全世界 赔了自己的命 又有什么益处呢 人 还能够拿什么 来换生命呢 好了 灵魂 这个魂 是代表了 思想 情感 意志 就是包括了我认为的 我喜欢什么 我要什么 但是 去到写己 就是魂要得救了 所以主 是我们中间做掌权的一个 也就是由我认为 变成主认为 由我喜欢 变成主喜欢 由我要 变成主要 好了 今节呢 我们又说到这里 祝福大家 谢谢大家 好